我觉得我是最不幸的人啊 因为孩子的关系啦 马来西亚慈祭志工陈禅焦 小儿子患有自闭智能障碍 走进慈祭之前 肩上千斤重 所见都是苦 将孩子送往疗养中心 接受妥善照顾 也是日日愧疚 心如刀割 很感恩上人 能够将弟子回收了回来 平病房是看见 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 心牙克服 慈母心柔软心 身边有了更多孩子 十年前 陈禅焦受证成为慈祭委员 逐渐走出心灵地狱 我的小爱 用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所以对心牙这方面 所以在慈善这一块 我就很尽心尽力的 在为这些孩子 自己孩子帮不到 我希望能够帮别人的孩子 很精准的 刚一天 经过了 行菩萨道 更要走入人间 度化众生 2018年11月 美国北加州发生坎普大火 慈祭志工走在最前 做到最后 送毛毯发放限制卡 文言阮语 抚平心伤 感动人心 进而让灾民翻转首心 他抱了一个竹筒 他觉得他一定要来 那他只是觉得 现在这个世间 不管新闻或是人跟人之间 都那么多的仇恨 可是他一走进来 竟然发现这样一个团体 那个爱的能量 让他很感动 生命总有一天 但是我的慧命永远 你跟我同在 要永恒的 根据是这一念 这一个念头 正言上人 祈许弟子 把握人人一念心 也把握姻缘 让爱变洒还宇 善的种子落地生根 一生无量 大约新闻 杨韵慈叶宜林 台北报道